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固定節目,每月用什麼 今個月都一樣精算了大家很高水溫度 想知道好不好用的東西 還有一些我自己很喜歡,很想分享給大家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第一樣要分享的東西,就是由買回來那一刻開始 每天都有人問我好不好用 值不值得買非常熱烈Clarence的Double Serum眼霜 這個包裝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為一眼就看得出它們是同一個家族 以前我用過很多支Double Serum 今年買回來都發現自己很喜歡它的質地和效果 所以當它出了Double Serum Eye的時候 我就意惑不說帶了它回家 為什麼叫Double呢? 就是因為裡面有兩個質地,擠出來更加清楚 它不同面那支,因為面兩個都是透明 但是眼擠出來就是一邊眼霜,另一邊就是精華 它推出來的時候沒有想像中那麼挺身的 因為我看到白色的眼霜以為它會很稠 很不容易推開,但是沒有這回事 它的香味都很厲害,不是天然那種,但是聞起來都算舒服的 然後質地方面我會喜歡面那支,因為它很清爽 容易吸收又有效果 但是眼霜這個滋潤感就會再強一些 以一個眼霜來說我覺得它的滋潤度是足夠的 用了一段日子之後都沒有起任何的油脂粒 然後效果方面眼圈眼袋依然健在沒有太大的改善 乾紋來說有一點點淡度 因為它的滋潤度真的足夠 但是一些以承認的眼紋,魚尾紋,或者一些表情紋 都是在的 不會看到消失了,很神奇,都沒有發生的 包裝我就有一點點想挑剔了 讓大家看一下,Double Serum擠出來的時候 這個份量是剛剛好一次性用的 但是來到Double Serum Eye的時候 這個份量對於兩隻眼的周圍皮膚用實在是太多了 Double Serum其實大家有買開都知道的 上面是有兩個的黑度 它是會有分擠出來多些,或者擠出來少些 我已經調到這邊了,但是份量還是太多 還有我覺得它的QC可以再細心一點點 因為第一次我領這一支的時候 現在也是,它是很刮的 我一扭就流血了 所以我很害怕 就算要扭也好,我會用紙巾 大家記住這一點,不要無緣無故被它弄損了 那一刻真的超痛 這就是唯一一點想挑剔包裝 接下來就要分享身體護理的部分 我經常都說自己是乾燥敏感肌的 不只是說臉那麼簡單 我是整個人由頭頂到腳趾尾都一樣是很乾的 自從濕疹好之後,雖然沒有再翻發過 但是我的皮膚組織曾經破壞過 變得非常容易流失水分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濕度一降低就會特別乾了 有陣子乾到還會覺得很癢的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吃飯,剛好說起 他說他是用QV的產品 他說很溫和又做到滋潤保濕的效果 所以聽完他這樣說,上個月入秋開始 我就試用QV這兩款的潤膚產品 QV霜和QV Skin Lotion的質地有點不一樣 我會因應皮膚情況去選擇哪一款 然後他們真的幫我解決皮膚乾燥的問題 QV是一個超過10年澳洲第一醫學護膚品牌 產品都會經過皮膚科專家測試 不含香料色素和一些常見刺激成分 所以敏感皮膚的朋友用起來都可以很放心 首先推介這一款QV Cream 是非常適合好像我一樣比較乾燥的朋友用的 它的質地比較屬於高濃度滋潤型的 裡面有五種高濃度滋潤成分 塗完好像奶油那麼滑 但完全不會黏黏的 話說我試過用它塗完手後帶手套去睡覺 第二天起床對手是變得非常柔軟的 還有QV Cream是有分幾款尺寸的 如果家裡多人用的話 當然是要這個家庭妝 甚至乎你想帶出去無時無刻都可以補一補的話 它還有一個扁葵妝 非常之方便 而另一款就是QV Skin Lotion 會適合一些追求清爽的朋友 讓我擠出來給大家看看質地 它是非常輕盈 很容易推開的 QV Skin Lotion都有不同尺寸任君選擇 這一支一列放在家裡 大家齊齊用 CP值夠高 這兩款都是很適合身體每天去用 每天都可以的 然後質地每個人都不會抗拒 基本上你一塗完之後 已經可以被皮膚吸收得到 無論是QV Skin Lotion 還是QV Cream 都有助於鎖住肌膚天然水分 幫助肌膚長後24小時的保濕 洗完涼茶第二天起床 皮膚依然都是很滋潤的 主要其實是視乎你的皮膚類型去選用哪一支 如果你是非常乾燥 而且有時候會乾到癢的話 就用QV Cream 如果你是皮膚狀態OK 都是一般乾燥類型 就可以每天用這個QV Skin Lotion 我最近偏向用QV Cream多 早上做運動洗完澡後就會用它 然後我媽媽喜歡質地比較清爽 所以她會用QV Skin Lotion 好像我爸爸一樣 平時會嫌我的Lotion太香太油膩 不肯用 但是竟然被我偷偷地發現 這兩款她很願意洗完澡後拿去用 還有我男朋友都會在乾的時候 問我拿QV Cream來用 所以絕對不是女士限定 如果大家都有皮膚乾燥的問題 都可以試一下它們 現在QV還有限時優惠 由即日起到12月16號 在Watson市網店買QV Cream 100g500g 或者QV Skin Lotion 500ml一列 第二件是半價 這個優惠期有限 大家有興趣快點去入貨吧 來到第三樣是化妝品 我喜歡它的程度 是去到哪裡都要帶著用 所以我不記得帶回來 它現在是長洲 我們轉一轉畫面吧 它就是Laura Mercier的這款胭脂 色號是Try 我簡直覺得它很用過 Laura Mercier很出名的碎粉 沒有人討論它 但是非常高質 第一次看到它的顏色 第一次摸上去都沒有太大特別 它是很滑的 但又未去到絲絨那種滑 不會太過飛粉 重點來了 就是它一上臉的時候 是非常之不覺得自己塗了一些粉狀的產品 它是貼實了皮膚 好像和你的皮膚混為一體的感覺 塗出來的氣色很好 就算你是黃皮膚 也不會顯得個人沒有精神 是完全元氣滿滿的那種 總之我用了它一次 就每天都用它 無論去到哪裡 無論化什麼妝 都用得到的顏色 大家都真的可以試一下它 它比起珊瑚色再啡一點 但比起啡色又有元氣多一點 而且它很持久 我用了一天 戴著口罩都不會掉很多 所以沒有 喜歡到沒有帶回家 而且要在長洲再補拍這個畫面 再來下一樣 大家應該也有留意到 我在Instagram很多照片 都是揹著它曝光率超級高 C by Chloe的一個mini bag 我的手出名小 是小學生手 這個袋比我的手還小 先說它的設計 黑色皮 金色配色 下面這裡是吊著牌 寫著C by Chloe 還有一個環 很漂亮 好像吊色的感覺 然後360度看 都沒有特別的 沒有其他間隔 裡面放到多少東西 千萬不要有期望 例如我放了一包紙巾 再放一個搓手翼 都要收拾一下 才可以放得完 沒有其他位 所以用量來說它真的是廢 但對於我來說 它是完全不廢 因為它是一個很稱職的衣服 養了Chopper之後 我只要帶狗外出 就一定是揹狗袋 它的狗袋容量很大 裝狗之餘 還可以裝我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 所以我不會再揹自己的一個袋 還有我自己的袋 如果有一定的大小 你揹兩個袋會很奇怪 不過我發現只要揹這個袋 你就不是像放狗的人 你是像一個有Style的放狗人 平時穿得很漂亮 但初陪外出外想拍照 我也是沒有袋配襯的 大家看我的Instagram就會發現 但最近我就可以揹上它 完全是滴滴滴滴 很小 不會令你整個造型很臃腫 但整件事是加180分上去 所以現在這麼流行 買一個半個是OK的 說起剛才裡面的東西 大家有發現這個搓手翼脈 在我的Story出場率也是超高 它是來自Canvas的 這款勞匯抗菌搓手翼 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像平時搓手翼一樣 扯乾皮膚 塗完之後手是柔軟的 不至於好像塗完手霜一樣滋潤了 但絕對不會乾 也不會黏黏黏 非常舒服 加上它的味道是有少少橙花的香味 應該是很清新的 我給任何朋友去試 他們都會一事愛上 所以它基本上是長期在我的袋子裡 我們跳通一點 下一件是一個飲品 眾所周知 我不是喝暖水薑茶 就是喝酒的 上一次推薦飲品 已經是Donkey的紅茶豆奶 大家都很喜歡 這次我終於有另一個可以推薦給大家 這個是來自馬來西亞 叫做吉仔冰 我第一次喝就是在長洲的一間餐廳 當時是賣20多元罐 我很喜歡金吉的味道 但坊間的金吉飲品實在太甜了 我是很真甜的 所以這間餐廳的職員告訴我 這款不算很甜 我們就點一罐試試 一試又真的不算甜 它是很清新的 很清新的 很容易入口 有一點點金吉又 有一點點青檸的味道 是令到個人很開胃的 重點來了 我最近在家附近 是發現它 約六七元罐 我之前是二十幾元罐 立即大手入貨 然後我在HKTV Mall 都看到這個出現 所以我發現也不算很難買到 就決定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月我很喜歡的一個飲品 用來混沙達水 或者用來混酒喝 都是很好喝的 來到最後一件事 作為迪士尼的前員工 兼Pixar和Marvel愛好者 這個月最大件事 當然就是Disney Plus的登場 我已經在第一天立即加入了他們的計劃 因為我是沒有空入戲院的 今年入戲院的次數是一次那麼多 就是看狂舞派衣服 然後黑寡褲 上戲 永恆族 還有接下來的珠俠 應該都不會有空入戲院看的了 我是很憎恨 覺得很擔心 我真的很喜歡Marvel 是每一集每一出戲都有看的 但是我真的太忙了 之前我在Apple租了黑寡褲看 一次已經38元了 但是現在在Disney Plus無限次看 除了Marvel之外 還有Pixar 也是有得看 YES 我最近還看上戲 好幸好沒有進戲院看 其實由黑寡褲我已經有點失望 覺得他們是鋪了很久的劇情 為了最後Marvel式的打鬥 但是去到上戲 他簡直有點像超人迪家 兩隻怪獸在打架 我是完全不明白的 以前的Endgame 或者是Avengers 我都覺得是很精彩 劇情很緊湊 現在我是會看中 看看還有多久未做完 是有點跌渡的 但是作為一個Marvel死中 不要緊的 你出多少我照會看下去 大家如果都是Disney的粉絲 然後又是Marvel Pixar的粉絲 應該跟我一樣 都這麼興奮 以上就是我今個月想跟大家分享的 用什麼系列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下個月就不會有用什麼 我應該會出這個年度最愛 大家快點給我動力 因為真的有很多產品 我現在要篩選 真的最喜歡的出來 原來也挺有難度的 但是我會努力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鑽到三天 和星期日鑽到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